纳维尔·戈达德的State A Clean To Sleep,也就是SATS,的显化技巧,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,但直到现在,我们很多人对它还没有充分的了解。State A Clean To Sleep的直接翻译是,类似于睡眠状态。大家普遍都用每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简写SATS,来称呼这个技巧。 在这部影片中,我们将为大家解析纳维尔教导的SATS技巧,它背后的原理,和如何使用SATS,有效地显化您的所有愿望和梦想。 纳维尔·戈达德是一位预言家、作家,也是一名教育家。从1930年代末期到1972年,他一直都是形而上学主题的,非常受欢迎的演讲者和导师。 他不遵循一些组织经常提倡的主义或新思想教育,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,向大家展示了圣经教育中的心理真理。 他认为这是古老智慧一直想向大家传达的讯息,其中包括通过简单的感觉已经拥有,来创造显化我们想要的任何事物。 纳维尔提出,我们有无限的潜力,因为一切已经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。当我们足够专注于某事实,它就会在我们的三维现实中出现,就像水蒸气从空气中凝结固化出来一样。 想要做到这点,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梦想已经实现来达成。 纳维尔·戈达德,在很多方面的教导,都领先于他的时代几十年,其中包括了SATS,这个显化方法。 SATS,到底是什么呢? SATS,代表着类似于睡眠的状态,这是纳维尔创造的一个术语。 根据他的教导,通过平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,放松,闭上眼睛,接近入睡的状态,可以就可以达到SATS。 在SATS,中,你的头脑放松,接近入睡,但又足够清醒以便控制思绪。 能够控制我们的思绪很重要。 SATS,方法之所以如此有效,就是因为这一点。 SATS,是一种使用你的想象力,同时,不让你的逻辑头脑立即拒绝想象图像的技术。 SATS,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? 根据当前的科学理论,当你进入睡眠时,你的意识沉睡,但你的潜意识继续保持清醒。 潜意识实际上整夜都在为你工作,为你过滤,整理你的意识,在白天收集到的所有的信息和数据。 因此,如果你在上床前,给你的潜意识下达明确的指令。 它将整夜为你工作思考,寻找答案,解决方案,具体方向,操作步骤。 而你呢? 你很快就会开始在三维世界中,看到你所追寻的事物的固化和显化。 再深入一点,再拟入睡前,你的大脑会进入α和西塔波的两个阶段。 α,α电脑电波的频率,在每秒3到13个周期之间,这使大脑清醒且放松,情绪稳定,心情愉快,不易受外界干扰,大脑平直觉,灵感,想象接收和传递信息。 Teta,西塔波比α波更慢,频率在每秒5到8个周期之间。 西塔波,又被称为,受暗示波,因为人们在这种状态下非常放松开放,潜意识在这时非常容易接受暗示。 人们的脑电波在做白日梦,将要入睡,或者是催眠状态时会处于这个波段。 所以催眠师通常会将病人带入这个波段后,为病人进行催眠治疗。 SATS,就是在这两个波段中进行的。 在这两个阶段,你的头脑进入一种清醒但非常放松的状态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你可以轻松地对你的大脑编程,来实现你的愿望。 那么SATS,如何具体操作呢? SATS,的关键是进入α或西塔波的大脑状态。 找个安全舒适的地方,闭上眼睛,坐着或躺下,进行几次深呼吸。 在你放松的时候,让你的头脑有控制的漫游。 想象你的愿望得到满足后的情景。 想象自己在那里,能够看到、摸到、闻到和听到场景中的细节。 在头脑中重复这个场景,直到它看起来是真实的。 每天重复练习,直到你停止你对它的那种渴望,因为你真的认为你已经拥有了它。 第二步,想象一下愿望实现后你会有什么感觉。 根据纳维尔的教导,感觉是显化的秘密。 如果你无法实现感受到你的愿望实现的感觉,那么你是无法创造它的。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点很难做到。 请不要担心,您只需每天坚持,重复地去尝试,去感受那种愿望已实现的感觉。 那么您每天都会更好,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。 坚持不要放弃,持续不要间断。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。 如果您暂时无法调动感觉和情绪,那么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。 想象和感受一下你的愿望实现是给你的心脏、肚子、头部和整个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感觉,是温暖的感觉。 轻盈的感觉,还是整个身体松弛下来的感觉。 好了,让我们复习一下SATS,具体操作步骤。 晚上,在你完成了所有的日常事物后,是时候上床休息了。 上床躺下,完全放松下来。 闭上眼睛,在床上找一个舒适的姿势,放松全身,缓慢深呼吸几次。 直到你开始感到整个身体都笼罩在一种宁静中,感觉时间逐渐慢了下来。 判断你是否真的放松的。 关键是观察你的头脑是否停止了胡言乱语。 最佳的开始使用SATS。 技巧的时间是你的头脑开始放松的时候。 换起与实现目标相关的情感。 回想一下在上述的第二个步骤中。 我要你想象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了,你会经历什么样的情感。 当你完全放松时,开始想象你的愿望的已经实现的那种经历。 或者创造一个未来的小场景。 你的梦想实现了,你过着你的生活的一个场景。 比如,你的愿望是找到合适的伴侣。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小场景。 你们两个人一起在一个你喜欢的餐厅共进晚餐。 桌上摆设着蜡烛,桌布是白色的。 你穿着什么,他穿着什么。 你们点了什么,你们怎样一边聊天,一边等待食物。 过了一会儿,服务员把你们的食物端了上来,看看盘里或碗里的食物。 你看到了什么,闻到了什么。 你们一起共进晚餐,你盘里的晚餐尝起来怎么样? 你问他味道怎么样? 他怎么回答? 你们还聊了什么? 你在此刻有什么感觉? 沉浸在这一刻,唤其尽可能多于你的愿望相关的情感。 带着这种情感入睡。 现在你处于放松和提升状态。 这是潜意识开始重新编程的最佳时机。 使用纳维尔哥达德的SATS,技巧需要多长时间。 根据纳维尔哥达德,一个愿望实现的时间取决于它,对你来说,感觉多么自然。 举个例子,想象一下你想结婚。 如果你的日常活动和思想与婚姻不兼容,你就在毁掉你愿望实现的机会。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,你会怎么想? 你是否整天都在想象,每个你看到的人都是你未来的配偶? 不。 因为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 一旦你感觉到你的请求得到满足,你的理智思维,就不会再妨碍你在SATS中设想,所以你可以更快地显化。 使用SATS,方法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? 为了在SATS,方法中给自己取得最大的成功的机会,我们建议您非常明确地知道,这个目标真的是您想要实现的。 这点很重要,因为如果你不清楚你想要什么,你就不可能创造它。 我们还建议您一次只选择一个愿望或目标,你可能有一百个你想实现的事情,好事业,好职位,高薪水,好领导,好下属,好生意,好伙伴,高回报,高收益,好伴侣,好身材,好关系,好车,洋房,旅游,中奖。 但是请在一个周期内,把精力仅仅集中在一个目标上。 一个周期为21个晚上,每天重复这个过程。 21天后,你可以切换到一个新的目标,继续这个过程。 SATS,技巧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? SATS,方法在睡前最有效。 尽管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练习SATS,但在睡前,这样做会使你更容易达到,你困了,但足够清醒,以控制你头脑,还保持注意力的状态。 醒来后的瞬间,是进行SATS的第二个最佳时机。 这个时候你的理智头脑还没有足够警觉,干扰你的想象。 此外,你也没有开始想一天的事物。 您可能有这个疑问,SATS,和假设法则是一样的吗? SATS,方法是纳维尔·戈达德提出的,以帮助大家实现目标。 它是多种显化方法策略中的一种。 根据假设法则,你持续相信为真的东西,在你的现实中也会成为真实的。 因此,SATS,实际上是假设法则的一部分。 如果你每天做SATS,练习,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 很快,你将能够感受到你的愿望好像已经属于你,并开始在生活中体验到结果,在现实中实现金钱、财富、健康、幸福、爱和其他你渴望的一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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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